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五月最后的星期就会有个长炮 其实这些是否不能搞呢 没有人敢搞而已 不要说犯法 不过你试试搞吧 看能不能逮捕你了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不去做的 正如我们伟大的律政司司长郭歌 林定国 他都说的 23条也好 国安法也好 就不会令到我们普通市民的自由毫无影响 但是你Facebook写的东西都会抓狂你了 又很奇怪 我又不敢好够接触这些话题 我看到有时候有些人在外国回来 譬如是那个日本女孩 因为我的Facebook是没有剷的 其实根据他有个判例 就是说你即使是在法例并立之前写的东西 但是你不剷走他 之后他仍然在互联网世界流通 有个暗礼都可以告你的 要是这样 我就很糟糕了 其实这次我在英国和很多网友聊天 有些网友真的因为这样不敢回来 因为日本女孩那件事 真是不敢的 那谁叫你这样抓人 这些人是很离谱 以言入罪 老实说那些真是好 别听 连吹水也不是 他也不是什么公司人物 吹水也不是 有些新闻有报 有些新闻没有报 其实这次我过去就有些人跟我说 他们不生死我 建议你不要做这些事 真的不好 他就知道你BNO Visa就知道你扣着你的护照 扣到你182、3天给你 就是浪费了你那一年 你明白他的意思 其实这些动作 希望随着这个星期就很紧张 又说要判例又成 这样的案子 看看有什么变化 即是我们说 我们在开防议员里 没有见过的事情 可能已经发生了 还是未发生 我真的不知道 要问紫微星人 是的 紫微星人 今天我很兴奋 各位网友 蛇丝曼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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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蛇丝曼生日 蛇丝曼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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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7、5、7、6月 即是48、9月 老实说 好像伊亚蛇 也会有些岁月的 什麽 就是饒滑 但是也是ok的 絕对 如果 有机会 我是 但是一年就一年了 如果和姚子玲 姚子玲就正好一些 差幾年就差很遠 我很興奮 第一就是我今天和我的AI lesson 將會舉行進一步的溝通 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似乎能夠克服得到 但這也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講了太多話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我之前就說會有兩部機設置在這裏 今天我就先體驗了那兩部機器 我應該過兩天就會在這裏設置 那兩部機器很簡單 我們甚至乎會在節目上做一次給大家看 那兩部機器有一部是日本製作的 很普通的量血壓機 用90秒時間 把手放進去 2003、2004年製作的 跟你們一般的量血壓機是完全不同的 為什麼呢 它當然能量到你的血壓機是很準成的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量到你的心血管 即是大血管 那個油韌度 和你其他微絲血管 那個油韌度和那個阻塞度 即是可以立即判斷到你的中風 你會不會中風 或者會有其他疾病的機率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使用的 很容易的 另外一部 就是抽血的 抽一滴血 抽一滴血 我一開始就以為要拿牌 但是不用 不過 我們也不會熟習 所以我最多一個星期做兩天 抽一滴血 就是要找一些技巧的朋友來幫忙 哇 厲害啊 你老鼠 他馬上有螢幕 你看到自己的顯微鏡 看完自己的血液 他有所有相片給你看 OK 基本上你全身的所有隱疾 所有數據都馬上出現 我今天看到 當然 我自己 譬如說我的血液很濃 是濃到一個程度 真的很過份 已經是去到過份程度 但是接著我很遺憾 後來安防我 不用怕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有些十幾歲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以前都知道的 譬如說 那些血液很濃的 首先要喝多點水 做多點運動 譬如說 我有些血栓 這些是你外面普通 你外面去養鵝 那些做不到的 真的驗不到的 馬上看到 會不會有血栓 好了 我血糖 我剛才說吃完飯做的 6.2 尿酸我反而有點高 有一點輕微 但我沒有什麼關節痛 還有手指 我沒有試過 也要我注意 真的要自己知道 總膽固醇是3.62 三宣金油也是1.93 其實是所有事情 包括你 因為看到你很多情況 譬如我脂肪肝 那次我不是說沒有時間 不是 還有一點是很輕微的脂肪肝 那 腎功能 全部都看了 這個是我自己 拿報告 我們有時候拿報告 我們看到數字 沒有什麼感覺 但這次我們是看了 血液的狀況 包括 白血球 什麼大氧分子 我都不太懂 全部都看了 那我呢 這件事 我當然是很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又是 我出糕你們的好機會 我知道 我是不斷每一個月 都一直在想 我下個月應該要怎樣 其實我現在已經想到 八九月應該要怎樣 有時候 順頭順利 生意 都OK 那我就不想 不要搞住 正常來說 其實我這個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做生意應該的心態 還是打工的心態 因為我以前經常教別人 跟別人說 如果打工的時候 你這些事不要出盡 要不然 你不斷讓老闆出 你出盡 你出盡 這招 你三月出盡 四月五月生意不好 你沒有招出 但是自己做生意 老實說 今天不知明日的事 當然要 所謂取盡 但是人力也有時而盡 每天要做節目 我們有私人生活 會看電影 我好像昨天開始看了 半集 《女之女王》 但是我其實 不太看得下去 但是 大家也知道 我也說過 雖然她是金字緩 我一開始看 我就是堅權 我一定要看 不知她的東西 我都要看 好戲 好像當日那套《我的大叔》 就是因為我堅持 然後我才發現 我的大叔 但是我現在 終於不敢再看 如果不是 李善坤去年 自殺死了 我想我會看到 終於看夠她358次 4690次 但是 李善坤這樣過生 我就不敢再看了 我看了少許 我們有很多事情做 變成了 有時候 有些事情 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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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去旅行 因為害怕影響 相對 真的試過 說多無謂 星期四 這位報警是誰 當然是 是Victor Errol 他們當上一些醫藥 器材 我們在現場 看看林匡正 有血 我要出血 不要緊的 只是一滴 甚至乎 精神不需要驗 甚至乎 你知道我厲害得如何 我一開始打算燒完毒 拿了一滴血後 我是打算 正常來說是連條膠布 都不想要 降臣幾 不是 因為我很小的 她拿了一滴那麼多 然後嚇唬你 我不斷擠 不夠 如果擠多一點出來 正所謂止彈一滴血 這句是什麼 不要對人說 娛樂對人說 全家都死絕 這是什麼事 現在的人不認識 我們真是背詩 美白道虎 我們也不認識 但是這些詩我們真是背族如流 好了 大家看看 這是令我其中一個興奮的 奇異的興奮 有一批新貨 那我呢 一看 我逐個聽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 哇 我真的 我也很幸運 或者各位網友也很幸運 我馬上試過 第一件事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老婆失了聲 你有沒有跟她聊天 我老婆完全失了聲 我老婆 今天其中一個就是 厚煙青 其實他們的精神上的產品 最主要 為什麼這麼強巧 因為他們都是 高滲透技術 這個厚煙青 首先呢 真是神明期到 今天她在這裡推銷我的時候 就是介紹產品的時候 我說老婆過來 在這裏噴完 這裏噴完 她說幾句 把聲開了 很神奇 她就送給我的一瓶 她說總而言之 關我口裏面的所有東西 例如血倉 肺脂 喉嚨發炎 開不了聲 噴兩下 就搞定了 這本來是好產品 另外有些產品 我還未知的效果 大家如果真的有什麼需要 就要試的 就是我以前是無法遮蓋的產品 就是我的產品 例如是 類關節風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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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紅斑囊瘡 例如 抑鬱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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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 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很想溫和 是我以前 即是我們這些產品 那些人未必能遮蓋到的 他都可以遮蓋到的 我覺得最棒最棒最棒 最棒最棒的那一隻 就是 天仙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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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噴劑來的 噴劑來的 會很瘦 噴到哪裏 會瘦 最主要是 拜拜肉 和兔腩 這兩樣最難減 兔腩 因為今天有個 assistant 女生 她說 因為她的客人 全部都做了 噴拜拜肉 就沒想到 噴 噴 噴你是不是兔腩 我星期四開始 我在現場試 噴兔腩 但是這樣噴 效果不是最好 怎樣呢 錯 不是 找些棉花 噴 找些 天仙壽 噴在棉花上 然後塞在套匙上 然後找一個膠布 膠紙也好 唸在 早上起床 下四個小時 多唸一次 她說兩個星期之內 必然沒有肚腩 晚上睡一整天一次 不用 早上一次 吃午餐一次 沒有肚腩 噴這麼神奇 她說 這個道理 其實也是 什麼ATK技術 滲進去 她會搞正你裡面的 其實你的肚腩是什麼呢 水 水腫 脂肪 她就會分解你的 所以為什麼 她說要這個東西 就這樣噴都可以 但是呢 通常他們就會 找一個棉花 噴收一個棉花 塞在套匙上 為什麼黏在套匙上 你不要脫 你做事 那你就慢慢滲進去 噴這麼神奇神廟 我要 屌你老母 不要 先試一下 我們有貨 但我不收 好神廟 神廟到你 不相信 而且驗到那些血很濃 我也知道 因為那些血很濃 那些血很濃 無論如何 我不需要經常做運動 很多東西 正是 還有 銀皮線 牛皮線 那些東西都能夠遮蓋 那些我還未知道 很多東西 百解憂 名字也好 但anyway 到時我會做一個 promotion promotion 不是買東西 希望大家要約定時間 去驗 因為我覺得 你不買東西也好 驗一下身 你知道了自己的中鋒機率 那些東西 會相差很遠 anyway 我們先不要說那些 為什麼 我回來香港之後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歐洲的生活 但是我回到香港 我算是不斷吃雲吞麵 又煲仔飯 那些所謂的港式代表 那我又開始覺得有點悶 又覺得香港真是很濃 不斷吃雲吞麵 真是很濃 就好像 他們那幾隻東西 正義狐狼 那兩個 什麼叫什麼名字 他們在Facebook拍一段 黑片 我們宣傳你們 吃了一些黑的東西 什麼都濃 你有沒有看那段 他們幾個人 但我現在 我不敢說 那個叫什麼名字 楊偉倫 不是楊偉倫 另外一個 陸佩東 不是 最多戲做的那個 在九龍 在城圍城 做那個人渣 魚蛋妹的爸爸 真是大寫他老母 不是成婚 不是成婚 好想多戲的那個 珠 珠 學謙 禧 不是 珠 不是姓 什麼柏匡 是 死了 我們不是不尊重 大哥 我真的喜歡看戲演戲的 正義回郎也有份 就是 弟弟 還有誰 是 不是 他們兩個兄弟好戲的 還有 那套 逐水漂流 是 大家留意那段短片 我想你們沒有看 那段短片 他們幾個人講 在茶餐廳裡 吹水 就是什麼 搞笑之餘 就是什麼 你看看觀察力 他們那個角色 尤其是主拍 不知誰 他那些眼神 那些醉酒 啤酒佬 還有那些女兒 是 真是拿到 真是好像我們平常在茶餐廳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是茶餐廳那些 什麼都虧的 你老母 總之又虧 你那些 紙巾又虧 那些 好了 但是他們不是說那些 那是我呢 剛剛開始覺得香港 又開始 我收工 不知道成什麼時候 我現在懂得珍惜 不敢屌 如果以前屌你 有沒有你香港吵架 屌你八九點鐘 那些人 還說什麼油智入慶 屌你 香港開埠以來 一九 八九幾年來 我真的沒見過這麼想 你說我還沒出生 暴動那時候 暴動那時候 暴動那時候沒得說 大佬 現在太平盛勢 那些人去了哪裡 還有沒有法國 香港的7-11 現在不是7-11 現在是7-10 為什麼 10點收號 越來越多 以前個別一兩間 譬如你說是上環中環 晚上真的沒什麼客人 可能有些7-11 是早收的 現在越來越多區 早收的 為什麼 沒有客人 屌你老母 為什麼會沒什麼事 你老實說 真是你好 但是我現在很珍惜 我立即不敢去屌 為什麼 高居性動 不是啊 屌你老母 相比起 在荷蘭 英國 香港都真的 仍然是美食之刀 老實說 我昨天在紅磡 屌你老母 我想吃麵 我當它竟然沒有開 原來屌你 逢你屌你 這樣夠薑 好了 屌你旁邊的麵包檔 7點後 都還有便宜麵包 3個半一個菠蘿包 7點後 原來平時是7元 原來你們真的說 6,7元一個菠蘿包 7點半後 晚上 還沒到隔夜的麵包 便宜的 那你也叫有菠蘿包吃 大哥 有個想法嗎 好了 將我們往往 我們每樣東西都好 向好的方向想 做人就說 就是這樣 天不變地變 地不變人變 自己變 去遷就這個世界 喂喂 這樣遷就會瘋 那你可以不遷就嗎 可以的 回大陸 回大陸就可以不遷就 如果大陸覺得我們是香港 你死不死 好了 唉 真是不想說 今天這個謝展環 就走上去兩個電台接受訪問 去解話 解什麼話呢 其實從昨天的記者會 即是立法會 記者會 接著到今天的計劃 都沒有什麼時間表 現在說暫緩 老實說 老實說 你連時間表都沒有 他說會在未來的工作 就是繼續去解釋 實驗 拿一些數據 如果是這樣的 做不做 喂 第一 你一早就要做 你一個 這個條例是2021年8月 通過的 喂 這樣 2、3、2、4、2年 為什麼不做呢 好了 現在不要緊 錢不要緊 你現在做 那是不是給一年或兩年 是不是一個時間表是合理呢 不敢給 喂 這個完全是不負責任 老實說 喂 昨天啊 卓永軒 那個 喂 又說政府支持他 大家很努力 沒有人需要問 即是沒有說 沒有人需要問責 但是記者問他 有沒有人要問責 是不是要問責下台 他們沒有回覆的 喂 我看回今天 前後宣傳 花了一幾兩億 本來預計今年推出的 白曉好 你說不會遲的 的垃圾徵費 預計在這個財政年度 2024到2025年度 都叫做18億收入 收入付諸流水 算了 不是為賺錢 你們說 花了這些宣傳 那些 都可以花1億7700萬 還不要說現在的 有成億的 那些膠袋 那些膠袋 現在說什麼呢 說會向全港公屋 6月開始 每戶每月 派20個指定袋 為期半年 算一算 80多萬個公屋單位 每個月20個 半年 1億個左右 現在有1億7千萬個 就說給那些 自願 參與計劃 私人屋院 那些 還說 還說 他們 是會 觀察情況 有需要的話 會繼續安排供應商製造 指定袋 老老實實說 那些錢 我真的 不知為何要留到這樣的尾 可能留到這樣的尾 可能他們覺得 會有很多人 很多人 因為你們半年 都是1億個死數 7千萬個 你真的想著有很多私人屋院 願意 去 簽訂這個 減費回收約章 你就去提供交代 會有多過7千萬個 你不夠 所以 多過7千萬個的需要 你不夠 所以就準備鋪定尾 喂 真的不要說這些 老實說 你只是這些袋 你說用了7千 4百萬 1億7千萬個袋 4、5毛錢個袋 差不多 喂 這些都是公帑來的 就是因為你的政策失誤 推行不到 本來收回十幾億 現在還要倒輸 喂 就算你這個袋 5毛錢個袋 都用了幾千萬 這樣也不用問責 這些袋袋 就變成垃圾了 當然啦 根本這個是垃圾部門 垃圾政府 喂 你搞什麼啊 然後還說 這麼厚厚面皮 他就是 表示 在千禧年代 說 一個政策 要影響幾百萬人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很小心 民意真的很緊要 我們政府始終 都是 為市民服務的 所以我們 真的要好好的 適合民情 這次 大約決定就是這個原因 喂 這些說話 我不平了 很容易 很容易 你們注重民意 我也不要跟你說 什麼 政治的事情 喂 就算在其他 方方面面 真的好 梁振英國債 有什麼時候聽過民意啊 一天解決一個問題 當然是超哥 我真的不知道 你解決什麼問題 好了 黎智英案 昨天 84天審訊 今天 就是84天 今天就是84天 昨天審訊 我平時 每天都有看新聞 我不是怎麼說的 我看到 黎智英的兩個訪談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都是一些 所謂 可能是證據是勾結外國勢力 譬如裡面有彭定康 他有訪問 亦都訪問過 前以色列的副總理 這個叫 Sharwansky 聊天 看回那些內容 其實我就真的 不覺得有什麼事 但是基本上 這些就是證據 就是你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 裏面有幾段說話 我覺得 我不清楚 但是 看起來似乎跟我一向 我自己的認知 有些不同 我自己的認知就是 黎智英 先密論 我跟他沒有討論 我相信他也不認識我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偉大的 我覺得他是有些 算錯數 你問我 於是乎 淡定的 以為沒事 繼續留在香港 但是看回他昨天 這兩段 Live Track 和時間 我覺得他去到特別是 2020年11月 就是剛剛立了國安法之後的 三四個月 我覺得他好像有多少 殉道心 就是他認為的殉道心 就是為香港的民主自由 還是那時候 我們永遠不知道 除非有機會訪問他 還是那時候 他知道自己 既然也走不了 譬如被人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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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就 豁出去 我們也不知道 我不說他和彭定康 那些對話 反而 他也是 彭定康那些 有些事情你可以參考 譬如說 不相信代表香港的事物 會被永遠剝奪 彭定康說 在訪問裏面 但需要確保下一代年輕人 不會認為愛中國就是愛共產黨 彭定康說 希望下一代年輕人 都認為愛中國是沒有問題的 黎智英問一下 彭定康說不覺得香港沒有未來 彭定康說會有 不過是會更加困難 在11月19日 跟彭定康談完之後的六天 他就 回應讀者的提問 他就形容香港是處於窒息之中 呼籲在香港以外的人 為港人發聲 然後在同一天這個對話中 他就說 現在的情況 越危險 越引起人家會關注香港 當然 現在這個處境 是一生裏面最美好的時光 他在那個節目裏面說 自己坐牢會更加好 因為如果他坐牢的話 就更加令到多些人去關注香港 民主和自由的發展 這個是2020年 11月19日 他基於什麼心態會有這個 在這個時候說這個說話 還是大口呢 大家自己判斷 但是客觀來說 其實 我不知道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共 你們怎樣判斷 其實就真的把黎智英 擺在神台上 我想他在國際那個 聲望 可能甚至乎 比我們其他 抗爭者 還押緊的 藍藍類類 真的聲望更濃 真的是一個代表 最後講完 這段新聞簡單 英國 研究機構牛津經濟研究院 名字很厲害 Oxford Economics 是否很厲害 研究了全世界一千個城市 香港排76 新加坡排42 OK 老實說 他研究城市 不是國家 一千個城市 如果排76 其實很厲害 真的不差 你不要每次都想著 我們以前排第一 一二二 一千個城市 真的不差 真的排第72 不過 明顯是對比的 對新加坡 如果你是76 新加坡42 你也是拋離了三十幾位 而問題是什麼呢 而問題是 新加坡 在很長很長的時間 就是我們過去習慣了 他是 在我們後面 現在是拋離你 不是一位兩位 這個是一個綜合指數研究 包括經濟 人力 資本 生活質素 環境 管治 五大範疇 逐個範疇比分 然後才有得出這個綜合的評分 人力資本排名 香港是56位 新加坡43位 新加坡43位 好了 至於生活質素 環境 以及管治 新加坡 也贏了香港 OK 那麼 當然 如果你看看完整個綜合排名 頭五位 就是美國的紐約 英國的倫敦 美國的聖河西 日本東京 以及法國巴黎 這是綜合排名 如果單以經濟 只是講錢 那就沒有了英國的份 倫敦也沒有份 法國 日本也沒有份 就是美國的洛杉磯 聖河西 西亞圖 三藩市等等 那你都合理 那你合理的正常 這個資本世界 OK 到下站